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这个晚会啊 那么都可以说是座无虚席 那么大伙呢 基本上都是冲着晚会众多的明星去的 今天下午呢 已经有部分参加这个大帝飞歌2011晚会的明星 陆续的抵达了南宁并参加了走台 那现在呢 据晚上的连排呢 还有几个小时 令人惊喜的是呢 第一个到达现场走台的呢 竟是加拿大的歌手 他们站在这个台上呢 为大家演唱一首巴黎圣母院的选段 加罗一到现场就开始进入排练 记者也想先听到了 他将要现唱的民歌节晚会的三首歌曲 加罗说 其实他19号的晚上就到了南宁了 a little bit we didn't see much about南宁 yet but we will we will have time tomorrow before the show and and I passed by Beijing before coming here so we could go and the great wall and I've been going around so it's fun i love it 加罗说 他很早就想来中国参加演出了 接到参加民歌节的邀请 他非常的兴奋 yeah definitely and like for 10 years I've been asked a few times to come to sing in China and it didn't work I could not come with my tour but this time was a perfect perfect timing I just finished a big show in New York for four months last week and it was my week two weeks off and here I am for my week off so it means a lot and I really want to looking forward to come back to China to sing again 虽然站在四五米高的高台上演唱 但是加罗非常投入 他说 对于中国名歌 他还了解不多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No no and I want to go to a store to buy CDs of Chinese music to bring back home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今天下午也参加了走台 他说和中国达人秀冠军广西草根明星卓军一起演绎经典歌曲童话 不过今天我们在现场没有见到卓军的身影 光良的真情演唱引来了现场粉丝一阵阵欢呼 在排练两次确认没有问题后 光良才离开了现场 广西本土明星胡夏和宁可也参加了走台 演唱的都是名歌 宁可是我们广西电视台影视歌手大赛走出去的明星 他将以一首豪迈奔放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为晚会拉开雪片 今年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大气 它融入了广西的原生态的民族的善歌的元素 然后又有这个黄河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这种西北的这种风格 然后在一块特别有特点 然后在一块特别有特别有特别有特别的